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美国政府10月中旬公布了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后,确定进一步限制更多高效能AI晶片出口,同时将13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。 汇达公司依规发布了8K文件,对出口管制作出解释。 汇达表示,美国政府暂行最终规则修订了ECCN3A090和4A090要求,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一、第四、第五类国家和地区,包括但不限于沙烏地阿拉伯、阿联酋、越南,但不包括以色列限制效能超过特定预值的机体电路晶片。 汇达称,此次出口管制设计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A100、A800、H100、H800、L40、L40S以及RTX40090。 任何集成了一个或多个以上晶片的系统,包括但不限于汇达DGX、HGX系统,也在新规、涵盖范围之内。 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清单的ECCN3A090、4A090新规,对高效能AI晶片进行限制。 规定了TPP指标Total Processing Performance,即二乘峰值算力MAC2PS成为宽BITS,规定了PD指标Performance Density,即TPP指标除以晶片面积按平方毫米计算。 所述晶片面积包括逻辑运算晶片所占的所有面积,也包括使用非平面晶体管架架构工艺节点制造的逻辑晶片。 回答表示,许可要求可能会影响到公司及时完成产品开发的能力,影响现有客户或向受影响地区以外的客户供应产品的能力,并可能要求公司将某些业务签出一个或多个新规所涉及的国家。 回答称,如果客户需要美国出口管制新规所涉及的产品,该公司可能会帮助客户申请出口许可,但不能保证美国政府会批准任何例外或许可,也不能保证美国政府会根据要求及时采取行动。 回答2024财年第三财季将于10月29日结束。 美国政府的临时最终规则将在发布后的一个月后正式生效,即11月中旬。 回答表示,鉴于全球对他们的产品需求强劲,他们预计额外的限制不会对他们的财务业绩造成短期实质影响。 不过,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同时透露,即便美国对中国寄出新的禁令,全球AI晶片市场需求还是很强。 他已与台积电总裁魏哲家见面,讨论提供更多产能供给以服务客户。 回答正在筹划下一代为AI基础设施等应用所打造的晶片。 这次来台湾,也与广达、华硕等伙伴见面,讨论合作策略。 在鸿海日前举办的科技日活动上,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和鸿海集团董事长刘央伟一同乘坐鸿海电动车Model B灯台亮相,表示两家企业将扩大在AI领域的合作。 黄仁勋表示,算法、大量数据和强大的电脑是当下计算机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。 作为一种新型数据中心,AI工厂将能够实现输入数据输出智慧的作用,在强大的硬件支撑下,利用计算机来编写人类无法编写的软体。 黄仁勋还与英叶达总经理蔡志安一起露面,他提到,已与英叶达、广达、华硕、技嘉、鸿海等合作伙伴会面,更与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夫妇共进晚餐,并称赞张忠谋夫人张淑芬的手艺。 他访台所到之处,不论是公开行程还是私人行程,都持续成为注目焦点,他表示希望尽量一年造访台湾两次。 美国对晶片出口中国寄出新禁令,黄仁勋回应,正在尽快了解相关规定,整晚都在与公司团队讨论,这对于中国市场与产业当然会有影响,但他认同国外议题确实很重要,回答会遵循美国政府的相关规定。 在此基础之上,希望尽可能拥有较大的市场,会尽量支援各个市场需求,也支持中国市场客户。 至于美国新禁令,是否可能造成回答流失中国市战,黄仁勋强调,所有公司都得尽力去争取生意,所有生意都得来不易,现在面临更多挑战,更是要尽力而为。 回答会持续打造最好的产品,中国当地也有不少很好的科技厂商,例如华为等,回答也必须努力与当地产业竞争,再观察结果。 回答主要代工厂商,正积极出货。 伊叶达AI伺服器的H100系列与L40S架构系列推论型AI伺服器产品,最快将在明年第一季出货,并逐渐放大出货量。 广达AI伺服器以搭载辉达H100的整机柜为主要出货品项,预估本季进入量产。 广达已宣布,上修今年AI伺服器产品营收成长率,从年增个位数百分比,上调至双位数增长。 伪创对旗下AI伺服器供应链展望,下半年维持逐月逐渐成长的看法。 这些动态表明,辉达正积极应对全球AI晶片市场的强劲需求,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证供应稳定并寻求业务拓展。 据半导体厂商表示,目前台积电产能利用率缓步回升,7奈米、6奈米曾崩跌至4成,现已回到约6成左右,至年底有机会攀升至7成。 而5奈米、4奈米也在75%至80%,产能主机提升的3奈米也约在8成左右。 除高通外,台积电客户头片量均明显增加,包括苹果、联发科、徽达、AMD、英特尔、博通等也已确定下单。 台积电不知法说会传捷报,根据DD Times报道,业界也传出,2024年起台积电7奈米以下代工报价将调涨3%至6%,16奈米以上则维持不变。 台积电已将涨价计划通知客户,AI晶电客户包括AMD旗下赛林斯、亚马逊、斯科、Google、微软、特斯拉等,且建议接受2024年台积电再度涨价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近日在法说会上表示,手机PC出现早期复苏迹象,加上AI需求持续走强,他预期明年半导体产业库存会更低, 台积电将有健康的成长动能。 同时,台积电未调降资本支出,仍维持320亿美元,打破先前市场下修的传言。 工商时报报道,受到苹果新机拉货带动,先进制成第三季销售金额占比, 已较上级大增6个百分点,达59%,3奈米、5奈米及7奈米营收,分别占达6%,37%及16%。 法人分析,目前3奈米仅有苹果一家客户,未来包括高通、联发科都将投片,先进制成比重将提升, 此为台积电成长动能积极讯号。 总体来看,台积电法说报价因之外,由于台积电明年起, 7奈米以下代工报价将再涨3%至6%,且16奈米以上则保持稳定。 半导体业者透露,鉴于辉达、联发科、AMD等大厂已愿意接受涨价。 随着多家大客户投片力度加大,台积电2024年营运渴望恢复成长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。